怎样祈求观世音菩萨消除邪淫的念头怎么说呢 请大师大佩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能够消除我凡人肉胎某某邪淫的念头 就这么讲啊 菩萨不会说觉得怎么样的 都是你们自己的心在动 所以你就跟菩萨师子求之讲 就跟妈妈讲有什么难为情的 听得懂吗 天上的妈妈观世音菩萨什么都能讲 明白吗 嗯明白明白 你自己讲的时候一定要干净 不能再去想 一想的话呢造大罪了 那这个时候胡法神蹦一下子 把你会打得真的一塌糊涂的 听得懂吗 人家说倒天霉了 不是倒霉了叫倒天霉 天霉的意思就是说倒大霉了 人家说有的人说倒雪霉了 就是这个道理 嗯明白明白 那师父念心经的时候可以加上那句话吗 求菩萨消除我心前念头 可以可以 因为人都不是干净的 因为人菩萨都知道有七情六欲 有在五卓恶事里面很难干净 所以完全这样知道就可以了 所以只要跟菩萨讲清楚 希望消除我在五卓恶事当中的 些您 请关心菩萨慈悲 帮助我 加持我 能够让我抵抗这些人间的欲望 这都可以讲的 嗯 嗯